大家好 欢迎收看《立即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三观超正的首绘电影 小花在一个有钱的资本主义家作作是女 她进老铺时 一天在窗外抖马步的时候 认识伦敦最底层的工人家庭中的小白 小白每天都会经过小花所工作的公寓 自从第一次见面之后 两人便一见听听 后来小花在窗户边每天等待着路过的小白角 就这样两个人逐渐产生了爱情 每天彼此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见到彼此 小花角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欣赏人 终有一天小白终于主动去找她看电影 小白和小花也算正式的在一起了 小花决定离开一直效力的家庭 虽然那个家座人舍不得她的离开 甚至连小花都觉得因为自己的离开 会给这个家庭带来诸多的不便 因为他们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其实小白是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 工资并不高 甚至小白的生活远远不如小花 但是爱情的力量就是伟大的 他们一起去选了一幢房子 贷款期限为25年 虽然刚开始房子里很多东西都是旧的 但是小白和小花似乎并没有因此觉得不满 甚至一直赞美着房间很大 有落地窗 有浴室和码头 不久他们结婚了 新房里只有简单的不做成了窗户链 也没有衣柜显得十分的空旷 但是小白和小花却觉得无比幸福 通过自己的努力小白改造了锅炉 从五星级酒店套来真皮沙发 将客厅打造成温馨的样子 在以后的日子里 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曾经没有的 布置成了一个完整温馨的家 小白是工人阶级 时时刻刻关注着政治史实 喜欢看报纸 虽然妻子对国家和战争的事情并不多了解 但是小白一直通过自己的勤劳的双手保护着妻子 基泽已经37岁了 他特别想要一个孩子 正当苦恼时幸运来临 小花在38岁时生下了心爱的日子 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美满 没事的时候一家人喜欢去逛场上 小花特别想进一家高贵的餐厅 牛门穿这样的制服的地方 但是因为没有前所一直都没有进去过 不久战争爆发了 希特勒的部队到达了布拉格 很快交空到伦敦了 政府决定把150万儿童安全地撤离到乡下 此时小花不忍和孩子分别 小白经手做了防空洞 保证妻子的安全和自己的安全 那天终于来了 伦敦房子被毁需要很长时间的修缮 夫妻俩决定去乡下看望自己的日子 在乡下他们儿子小雷快乐的成长 逐渐变得强大 为此夫妻两人觉得非常的欣慰 终于有一天小雷可以混伦敦了 当他们再一次去乡下接儿子的时候 又遇到空炸 整个伦敦陷陷入了战争的恐慌中 但是最后希特勒失败了 战争也结束了 一家人重回幸福安定的生活 小雷非常聪明抗上了文法学院 而邻居的孩子却没有继续上学 这只小孩非常的骄傲 不能忍受自己的儿子 受到别人的质疑和诬险 所以当得知儿子犯错 被警察带回家的时候 小花是崩溃的 儿子没能继续在学术上深造 放弃了去尖叫和牛津的机会 选择了艺术道路 夫妻俩虽然一开始很担心 觉得艺术道路并不能让儿子有一份好工作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儿子一天比一天大 青春期的儿子难免与母亲产生矛盾和代沟 小雷也开始有了女朋友 就和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女孩子结婚 但是父母一直尊重儿子的婚姻 时间过了很久 儿子的生活安定下来了 突然有一天小花住院了 没多久便去世了 没有来人的陪伴的小白 感觉到孤独 以至于没过多久 她自己无奈的发现得了重病 这对老夫妻在童年相继离开 小雷这时候也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那时候书信很慢 春往很远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 爱你么么哒